有些人会觉得 拔出来射是不是避孕的方法没有 与其你要拔出来射预防感染 那还不如就是带着保险套 刚刚讲的那个情形 你要内射又不要怀孕的方法 有一个 刚刚也讲的前提是你们两个都讲好了 那么就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许兰芳 欢迎来到 可乐研究社你的两性知识专卖店 今天呢来到我们可乐相谈要谈什么呢 其实我看到今天企划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有点不知道该不该反驳 那个题目叫做是 内射又不容易怀孕的方法要公开 那第一个 如果你怕怀孕的话 就不要内射 第二个 目前的国际上呢 内射它并不是一个避孕的方法 第三个 我今天要公开的 不是内射不易怀孕的公开 而是 你不管射不射 都不要怀孕 第一个 戴保险套 我起之后就戴 第二个 女生可以吃 事前避孕药 低剂量的避孕药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疾病的话 记得告诉你的医师 请他帮你评估你的服药状况 在保险套跟避孕药的双重避孕之下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怀孕问题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说百分之百 因为毕竟吃药如果时间吃不对 保险套用法不对的话 也是很有可能造成就是怀孕的机会 那至于内射呢 内射应该是拔出来射吧 有些人会觉得拔出来射是不是避孕的方法没有 与其你要拔出来射预防感染 那还不如就是戴着保险套 那内射要怎么样避孕 如果你要内射的话 不就是要准备怀孕了吗 那如果要避孕就戴保险套啊 又要内射又要避孕 假设你们两个人说好不想要 两个人都不想戴保险套 可是又想内射 又想要避孕的情况之下 我并不鼓励这种行为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一样 女生就是维持吃避孕药 事前避孕药 而不是做爱完之后吃事后避孕药 那假设你真的不得已 不要乱吃药 请去找妇产科医师求助 不然其实有时候一个生命的诞生 那不是我们做一件事两件事就可以结束得了 所以基本上要避孕就不要内射 也不要拔出来射 可以让它出来 但是要把它包在套子里啊 不要让它跑到阴道就好了 那记得勃起的时候就要戴保险套 刚刚讲的那个情形 你要内射又不要怀孕的方法 有一个 刚刚也讲了前提是你两个都讲好了 那么就是 男生去结渣 或者女生去结渣 男生去结渣 结渣完前两个礼拜或是前20次 都还是要戴保险套 那之后呢 因为结渣了没有精子 所以就不会怀孕了 女生也是 结渣了就不会有卵子 但是如果你还想要生孩子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去结渣 可是如果你们已经生孩子生的够多 但是又想要内射 又不想怀孕的话 那么就去结渣 只有这个办法 才有办法避孕 而且是你可以内射的避孕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一样也在安全的性行为当中 享受性爱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 记得分享 订阅 按赞 留言 开启小铃铛 拜拜